长者收股息,现在是晚上7点27分 首先,不好意思,我今天用错了教材 早上讲讲灯的时候,就展示了英美 英美我以前买过,我现在还有少量 有派高息,派很好息 我以前买过童德士,买过岳如雪,买过... 我都不记得这么多了,买过一轮制衣 制衣现在变成一个低科技,就不会被人制裁 当时有一个配额制度,是一种制裁的方式 配额的意思是,出口西方欧洲 他们仍然有制衣行业在营运 在香港这边,运货过去 当时有价廉物尾,他说你准备 什么叫做Dumping 高价买,低价买去,堆垮市场 于是,他要配额限制 你只可以出多少 你只可以出多少 那种是一类型的制裁 有机会再和各位讲讲当年的事 我只是想讲讲灯 我有点反思 我知道自己年纪老 即是脑筋 脑的力量已经不够了 有时我只是想想 应该退役的了 不要在这里害人 所以说老得 应该退休了 不要搞太多东西 如果我想想想 讲完我想讲的东西 我就会关灯的了 关灯 但我这一陣子 每天都有些东西观察到 我用白纸铺写下 我想说 登记起 这只这只 这只可能有赚钱的机会 宏观有这只这只 这只可能有另外一种解读 我就是这样 我又没有写下稿 所以面对着一张图 脑子已经不可以 将最近期的东西 记忆起 近期的一分钟 半分钟之前 都记不住了 现在脑子已经退化了 没了 大致上 应该有些朋友 非常之好 很细心地 看着螢光幕 不只是听我胡说 真的好 有时学生是这样 都挺好的 我不是当你是学生 我当大家在网上 平水相逢的朋友 我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英美是可以买的 可以买的 可以买的 派高息的 不风险就高些 港灯就今天有得升 0.20 我今早想说一个点 就是 那个点子 就是 中电 和长建 是给别人看先些 就是看先些 买先些 他们升了 会不会同类的股 就是买同类 同类的股 会慢慢受到别人重视 就会买多些 就是这样的意思 港灯 在大约一年半之前 就是有一个下跌 这个圆崖式的下跌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有个指数把它剔除了 它在一个季度之内 被人洗创 应该洗了很多 然后有些反弹 然后就开始在10月11月 10月的时候 就已经触碰了底 之后就慢慢升上去 一年之间 它现在 这一段日子 是一个上升的 是否确定上升 它又没有中电升得那么久 又没有长建升得那么久 但是 我就推测 那些投资者 看完那两只之后 会走回来 再选择一些 落后一些 就可能选中港灯 这样的意思 行了 恒生指数的走势 是所谓大市 大市就还大市 我们的倉里面 有什么股 另外一回事 我今天四点钟至五点钟 是在开车的 我听新城广播电台 有些主持 开口迈口也说 长江基建 说中电 不知道是不是痛还是思痛 知道世界上 那些股坛上面 有两种股 一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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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部分时间跌 一种股 一种股 大部分时间升 但是这样 并不再 恒生指数 混合两种股 搞到现在 基本因素 不需要很大 努力去说 什么因素 最重要的点 就是夜期是高水 还是低水 夜期 上一天 就是低水 今天低开 低开的模式 就是收市的时候 没有那么低 几点钟 几点钟开始 煤 几点钟开始 升 就是有些便宜 有些 variation 就是有些便宜 如果隔夜期指高水 就是高开 又收市的时候 就低回 没有升 没有那么高 或者倒跌 中途怎么走 就是天天都不同 主要就是这样 高开 就是低收 低开 这个是过往十几天 都是这样发生的 都是这样发生的 什么基本因素 不用再想那么多 还有要习惯了 没有外资的情况 没有外资干扰的时候 让消息 如何流入来 如何影响 情绪 所谓叫做 sentiment 就是投资的情绪 就要慢慢和大家 再分析一下 这一件事 要当没有外资 当是自己去投资 慢慢去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是唐水找唐鱼的 你聪明就找得多 你不聪明就淘汰 就是这样 长江基建升到52周身高 它已经确定了 进入一个上升轨 这个股 它下一个位置是49元 49元是它一年半之前 派中期息时候的位置 在一路偶了一段时间 才跌下来 所以这只长江基建 如果隔夜期指低水 如果它遇到跌的话 跌一些 你可以买一些 这只股 离开它的历史高位 都仍然有一大段距离 历史高位是接近100元 你看回 不是很久之前的事 是吗 60多元 70元都有 当时是 2000年左右 15年前 即是24 23 21 20 5年前 但它过程中 给了不少利息 这只股是这样的 但最近这三年 基本上 是上上落落的 有波幅给你银食 上一次是54元 52周高位已经穿了 这只股可以投资 最重要是回一些 不用急 这只股 这只股 升了又会跌一些 跌了又会跌一些 给你看到 三年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大家记不记得这只股 这只股叫做 旭日企业 393 以前称为 富王 什么叫做富王 即是做富 即是做衣着 现在就分类了成为 建筑行业 其实它起家是做富 我买过这只股 其其有色派 现在都有 但复杂了 它说 最多4亿元 现在是想继续买建行与公行 买中资人行股 当然觉得做生意 都是找到鸡税 那么多 不如买一些收息股 来收息 你看这些公司 现在就是这样的取态 买这几只股 都不错 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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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制衣股 我当时买过 25年前 买过 后来 这些制衣业 慢慢 我觉得是适合 适合适合 适合适合 这些行业 现在不怕人制裁 做得好 做得好 有生意 但赚不多 做得很辛苦 你知道有些公司 做生意淡薄 不如买一些货 来投资 买这些 这些投资取态 多好 中电跌了1毛 0.15% 这些股 已经确定了升势 在过往一年来说 确定了升势 逢跌 不知道买什么股 买这些 买这些 相对安全 不要买美团 不要买 他没有报酬给你 唱好合唱团 他不派息给你 你想想 他现在跌 不是因为他现在坏 是他之前太贵 他之前有些泡沫 吹了泡沫 现在慢慢去泡沫化 他回归回到一个 别人都要他觉得合理的价格 不是因为他不好 他可能有钱赚有增长 但他找回来的钱 是否值得这样的股价 现在人家是再三思良 所以泡沫消失的时候 股价就慢慢跌下去 和地产股的跌势不同 地产股就是因为 价格低 资产的价格低 现在买房子也比2-3年前便宜 3年之内买房子 3年前买房子 现在每个人都在减值 资产 你自己住 继续安居乐业 又供得起 甚至提早供员去 那就好事了 没问题 如果你再想找投资增值 就要找一些真的升的股 升的股 我拿一只 不是说过股 先看看一只很平凡的中电 一年图 一年图 它是向上 看清楚是否中电 中电控股002 它是向上的 但同期的时候 恒生指数是向下的 有很多同类这些股 不少的 这些股是分开两类 分开两类 一些是经常升 有些是经常跌 你买得中 你就不会觉得市场是那么黑暗 那么悲观 你不是 譬如你 941 857 883 那些全部都是向上升 那些不是说 现在才弹上升 不是 在过往一段时间 恒指在那里跌 科技股在那里跌 这些股股在那里跌 就是你要这样 这样来理解才行 如果是偶然的事 怎会这样呢 和同行买一堆 和那些股 是给你利息 是业务 是业务 你见得到的 实体的 你见到的股票 比比街市 我都在那里不停地说 所以市场 其实不是一般人 看得那么淡 只要因为经常跌的股 混合经常升的股 于是得到的结果 就是所谓恒生指数 被扭曲了 如果你买股 你怎会避开那些经常跌的股 有个朋友留言 他买海峰国际 会升回到15元 我解释 整个航运版块 多人买的那几个 包括316 1919 太平洋航运 和海峰国际 他的升跌 是看股息的 他不是看你经济 也不是看你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 航运的价格 他升真的会跌的 那些就是 那些向上向弹的 但主要是炒的 炒股息 以此之后 如果你期待股息 它大 它就有个水位 就会大了 今年 他们就 1919 出了盈利警告 跌50% 跌50-60% 这只跌70-80% 我只是预测的盈利 对上一年 不是对上一期 对上一年 今年就回复了 所以如果他有1元的股息 已经是非常之好 他上次是6毫子 同比比起上来 上期是超1元 我忘记了 总之是明显地少 所以今年 我预测 他这份股息 如果有1元已经很好 我看8毫子 9毫子 如果你想定 他现在还未宣布 也还未垂直 如果定格在这里 定格在这里 1元 炒上去 有1元左右的税 如果周围的人 唱一下 又说 打仗红海 每一条船都打 是不打中国旗 又不关他事 改封国际 你看看 不关他事 是利好1919 所以 他完全受股息所影响 所以今年 我看他的股息小 升幅是会有 但是 炒到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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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我看15元有点难度 去年 我猜有难度 但最终去到16元 去到16元 我卖了 我现在只剩下 几千股 五千股 左右 我还想买 我买到1万股 这股股目标 是买到1万股 11.8多 现在 但不要这么大想头 不要说想不想到15元 因为你是买它来 买它来 是收息的 你预计股息是1元 你就当买了它 提早收息 升到过半股 非常之好 升过半股 你现在这个位买 升过半股 非常之好 但现在 他这几人是跌回去 上上落落的 但是 他始终 是以股息 来决定波幅 波幅 波幅 即是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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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炒 用股息来 帮自己计算 我本来想买多一手 316 我提早收息 我现在只剩两手 不要紧 我这一期总共有三手 帮我收息 我提早收息了一手 我重溫 有些网友提过的股 其中一只 我研究一下它 这一只叫阿太卫星 1045 它长期有色派的 它的大厦 就在丁角路 大埔工业村 丁角路 那边 不是太平那边 丁角路那边 它的店铺 还在这儿 它的公司 还在这儿 我研究过它的业务 去做些什么 卫星转播 譬如在很远 转播 足球到这儿 它接收了 有relay 就是relay 去给本地的 或者区域 那些 亚洲太平洋 那些人 看电视 主要做那些 娱乐性质 不是什么高科技 那 如果遇到有盛事 或者足球盛事 有什么世界杯 有奥运 那些 它就多些生意 但是它年年都有色派 三年的图 看看 它又不像恒指 那样跌下去 三年基本上是横走 近一年 虽然有个高位 在上面 接着 加息 如何解释 它现在好像 稳了 还有 中性的RSI RSI是中性 不高不低 但是股价好像 找到底 我打算买些 我打算买些 它的派息 看看 它是 现在的股价 这个网站 计算是10厘 因为股价低 股价低 它的派息 22年 确实是低了少少 21年 0.245 派息比率86% 去年 派息比率 88% 今年 美其识都未收 都未到 但是我会买些 这些 我觉得它会继续有得做 最重要是继续有得做 我为什么想到它呢 因为 北黑远东的店铺 跟它差不多地方 北黑远东 在丁岳路路边 看到一个大招牌 北黑远东 今年派息增加 去年7个先 今年9个先 美其识 美其识又加 又加上中期识 今年派息增加 还有 现在已经升到 又升到过六 即是 又升到过六 又第二个台阶 又第二个台阶 它和阿太卫星 好像互相辉映 这些 它是设计的 什么都有它份 这个阿太卫星 帮人传播电视 违星通信 那些东西 所以这两个东西 应该是同类的 如果世界多活动 它就会好些 我是这样推测 所以 这些我有了 之前你跟回我的视频 752 752 我是加了 在不久之前加了 1.47 这个时候加了 1.46 1.47 这个时候加了 都未派息 未随正 4月才随正 有时间炒 这只股 如果遇到跌市 是可以 买的 这只股 752 是52周高位 我拥有的股 数上 长江基建 52周高 北克远东 52周高 我一轮 为什么看这么多 香港本地股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 看到有很多人说的 中特股 其实阿爺都没有买到的 那些炒高了 有可能有些本地 相当不错的收息股 是被人忽视了的 所以我这一轮 看回那些 什么亚太卫星 那些 港灯 那些 煤气 我真的想看回那些 看看会不会忽视了 是现在会不会 是好的投资时机 主要是这样的原因 这一点 这一点 就是我在我的视频的标题上出现过 在不久之前出现过 一个星期 之前 有空闲时间 你就去看看那些 我今早的视频 用错教材的视频 明早上 就将视频 不要放在这里 一月份强积金 成员人坤 蚀五千元 这些是 大家打工仔 抽到5% 5% 就去买这些 叫做强制 最要是强制 这个字 强制他拿钱去投资 蚀本 所以说 香港如果有任何的活动 是能够令到这些 强积金成员蚀本的 成员蚀本的 都要抽一个印花税 包括沽空 沽空要设一个 沽空印花税 为什么呢 那些退休人 不够钱生活 都是向政府拿回福利 你想想 所以 加税总 加沽空税 是最少人反对的 很少市民反对 但有些很有钱的大行 会反对 看你 看你 才爷想不想到这一条 讲完两电 煤气又怎样呢 煤气这些局势 叫三次到底不破 又升上去 我本来以为 有一个头肩顶 去到一月的时候 又跟着大市 又跌回来 但它不去到以前的低位 这只股票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 虽然不派股票 但是 以前的利息是3厘或以下 现在是6厘以上 虽然不派股票 就给回一个高点的利率 股息率 所以现在我认为 是可以投资的一只股票 你要逐点逐点买 买小股票 不要说 就很多钱放进去 没有 有很多给你选择 港灯你也可以选择 这些你也可以选择 所以买一些 长期有息收的股票 香港区的 就是两电一煤 现在也是相当好的 投资时机 所以我就看好 两电一煤一升 升就是亚太卫升 两电一煤一升 现在是星期二 离开这个美国股市 收市 还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我想大局已定 杜瓊斯指数跌三位数字 标普跌11点 纳指是一个V型 曾经升过 但全场都是跌两位数字 有特别的东西 就算英伟达升4% 都支持不住 纳指也要跌 有些股票在跌 你说获利回吐也好 暂时升了之后回回 怎么说也好 但是香港的指数 就开高水三位数字 高水模式 我已经说过几次了 高水模式就是说 即是说 香港开市的时候 数字会升些 但是收市 就会升少些 甚至跌些 这个就是过往半个月的模式 为什么我不知道 你没问我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是关联性的研究 但特别的时候 阿里腾讯也可以升 阿里升得特别好 升了4% 现在暂时升4% 这些叫做升定来等 但是全程看淡它的业绩 你听说话的人 听那些媒介也好 本地的评论也好 外地的评论也好 都是一致看淡它的业绩 是单位数字的上升 明显是比这个 这个 现在的预测 暂时比这个 亚马逊是低一点的 但是升定来等业绩 这些是不努力的 这些 如果稍有差池 就被人沽了 他现在可能 但或者是 出人意表 或者阿里的东西 但是阿里 大家要知道 有这种常识 不是说什么 特别的知识 叫做常识 它做什么分拆也好 做什么独立上市也好 你首先要过到美国证监 和过到美国的投资者 如果你没有利用 而将资产卖出去 上市的话 一定会搞你的 很多例子 再说一次 如果你像 GE那样 每分拆股东仔 免费 拿到去分拆出来的东西 惯例是这样的 等于分拆太古地产模式 送的 OK 可以过到美国的 如果不是 无论你的主持人 持什么意见 如何骂他 如何阳谓他 如何嘲讽他 都是闲事 是没有作用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这些常识要知道 不是什么特别的分析 是常识来的 不像美国的股坛是这样的 它号称是美国公司 美国第一上市的公司 要明白这一点 腾讯都有得升 所以我看香港譬如指数的号码会上升 指数号码会上升 你不用理它 我们的仓中的股 是别的 是别的 世界上应该分了 在你没有听神话 是欧洲式的神话 就说 宇宙分三个部份 一个是神仙 是天 有些普通人在地 另外有一种人在地底 是比较丑样的 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有个歌剧叫做《齐格飞》 即是《华格纳的齐格飞》的《secret》 不是说我早上心情不太好 讲讲歌剧 你看一次这些歌剧 很豪华的 要去几天的 做几天的这台戏 是豪华型的享受 不是说花费豪华 要有时间 要有空限 才能做到这些艺术的事 香港的股票就是这样的 有一类股票 过往长期慢慢上升 随口说也能说 即是长安基建 中资银行股 是打横的 中电 941 883 857 这些随口说也能说 那些是宇宙 可能这些属于地面 另外有些长期向下的 12个月 13个月 14个月 长期向下的 那些可能属于地底 那个宇宙 那个世界 那个界别 但是这些股票 混在一起 搞到恒指 现在变成这样 世界不是那么悲观的 你要小心简估 你自然会 补到值 还有利息收 今天我看升三位数字 但是升的时候 模式就是这样的 记住 升升下就会跌的 所以你要对待每一个 开高码的场景 当作一个逃生门 差不多了 如果你有些事情 你想逃生的 你想不要的 准备再去沉默 其他机会 趁升市 逃生门打开的时候 你就做了它 等它开三位数字 低水的场景的时候 你就去采购一下 那就差不多了 今天我看开升 number OK 我再说多次 今天我看好两电 一煤 一卫星 今天先说到这里